兩百千名 對 兩百千名 即使下大雨仍然不減 韓粉熱情 到屏東縣議員唐玉琴服務處 簽名連署要求 黨中央徵召韓國瑜 民調或是聲量 它都是在我們國民黨裡面 的民調是最高的 很多我的朋友叫我說 為什麼屏東都沒有聲音 所以我就站出來 儘管屏東縣長久一片 綠意盎然 但韓流聲勢或許能撼動 讓屏東韓粉看到一絲希望 我說黨內沒有互達的本錢 那還有一種是說 國民黨一定要求勝 而不是求選 請韓國瑜出來選總統 直接徵召他選總統 國民黨才有勝的機會 基層喊話要王金平別卡韓 但韓國瑜至今不鬆口 或許他在意的是黨內機制 如果全民調 我覺得這樣是比較公平的方法 也沒有錯 誰的民調高 然後就徵召誰 這樣對誰也都沒有壓力 因此國民黨內傳出可能改成先座全民調 徵召民調最高戰將 讓民調說話 讓少數服從多數 也能讓表態參選的朱立倫 王金平有下台階 王前院長是一個非常有智慧的人 而且他在國民黨已經三四十年了 人家說要韓宜總孫 把他的智慧啊 他的精力啊 傳承給下一代 王金平說他又要直接出來參選的話 那我們真的會罰狂 我們不口出二元 那也希望我們的王院長 真的應該要顧全大局 韓國瑜選不選全台韓粉即翻天 台北市議員應小威也將發動全台串聯 要求黨中央徵召 儘管已是黨內共識 但下一步還缺正當性 民調是徵召 或許是韓國瑜的解套方式 記者張初華 陳生意 屏東高雄綜合報導